作词 李宗盛 从清晨到夜幕 在梦里似糊涂 四季是空 空即是色 从年少到平白 一切看似模糊 没有到有 有到没有 过着今生 想着爱心 注定因为前世 爱跟爱乐 和也恨了 爱要轮回几次 我在天地尽头 寻找今生的一方 一生的逗留 只求一眼还是神哦 爱恨一念之间 定感不忘留恋 就算桃花也线 只为最美瞬间 请搜封少爷 珮云 珮云 该不会是 你家小姐出什么事了吧 官府为难你们小店了 那是我娘找她麻烦了 没有 你可别瞒我 她有事你得告诉我 她没事 很好 那就好 没事就好 我得了吧 我自己还在大牢里蹲着呢 我还显摆什么呀 她要是真有事 我顾得过来吗 问得跟真的似的 不 你只是一时犯错 现在受点苦 出去就没事了 出去时才开始 成了笑话 斯文扫地 景峰少爷 你可千万不能丧了志气 在我眼里 你就是斯文的 你就是刺绣高手 你 得了 你就别安慰我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今年的刺绣连展 肯定就数你一个人最出彩 没人比得过你 你是唯一一个来看我 没训我的人 我怎么会训你呢 你真的很优秀 刺绣 人品 才学 一切 全苏州 没人比得过你 如果有人 敢笑话你 我第一个不服 好 又陪陪云看好我 我记住了 锦峰少爷 我给你带了东西 绣谱 你可真灵了 我想你在这儿 心里一定还想着绣 所以 没错 就是需要的 配人就是好 来了不训我 给我打气 还知道我需要什么 谢谢你 客官慢走 我知道 这是不情之情 让你无端挨了一刀 还把你的名誉毁了 你要是不答应啊 这也在量 我答应了 来 扶我起来 来 来 说了 倒霉嘛 我觉得人生当中啊 总得倒几次霉 要不 真发不了价 至于名誉嘛 我又没坑蒙拐骗 杀人放火的 不就是贪杯喝晕了头 想去你那儿偷偷乡 我损失了一些 自己不在意的 成全了别人在意的 挺好 方大哥 你是个好人 你把我都说晕乎了 好什么呀 说穿了 我还赚到了呢 你想想看 这样一来 天际的生意 九成九都在我手上 杭静廷 还能不把生意交给我吗 我可是救了他的儿子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不把这一层告诉你 有些话听了 会歉疚一辈子 我这个人呢 就是不想白领人的人情 占人便宜 实情实话告诉你 也好过一些 你是在安慰我吗 方大哥 你真的是个君子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这样大赌道 我真的要晕了 我可真不是君子 我就是一个生意人 生意人嘛 就是在商言商 把我不在乎的 拿去换我需要的 不吃亏赚到了 就行了 方先生来答应我 杭静廷也说通了 那 你去告诉杭静廷吧 你为什么 不问我他是谁啊 他是谁啊 还是问你 是咱们俩都认识的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小兄弟 不知原来就是方先生 当时匆匆一别 没想到今儿个又见面了 是啊 我是刚才听家园说才知道的 你本来早就知道的 你回来的时候一开口 我不就告诉你了 不问 端着 谁端着了 小狗端着 你怎么骂人呢 有人想当小狗呢 你不问我 是因为你心思不正 也跟别人一样 以为我真的行为不解 夜宿男人 哎 我才没有拿 那你干嘛不问 我那不是相信你吗 那你干嘛又问啊 我 家园 你就别逗她了啊 她哪说得过你啊 来小兄弟 有理没理啊 都是她的理 你就让了她呗 谁叫她是女人呢 就因为她是女的 不然不会惹出这么多事来 万幸她是个女人 还是个标志的女人 若是个男的小兄弟 你这门心思就挂不住了 明月照勾局啊 那 那我看着你回家 家园 我没有问你那个人是谁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你在我心里 就是那个 那个 反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 你怎么样都是好的 就算你真的喜欢上别人 你留谁在家里 你还是好的 是那个人的福气 我不问你 是因为我不敢 我怕你突然冷脸下来问我 你凭什么呀 那我 那我 笨蛋 我心里明白 我是配不上你 可是傻子也会做梦啊 我每一次做梦 都会梦到你喜欢我 我就不敢再往下梦了 你能喜欢我 我就满足了 我真的不敢梦想 哪一天你会属于我 哪一天我的梦才会醒 傻子 别让你睡不醒 她喜欢我 她喜欢我 她是真的喜欢我吗 又去找那个江家园了吧 你们也太庞若无人了吧 你真以为别人都看不见吗 你别以为我哥就永远关在那个大牢里 再也出不来了 还有 我劝你 最好别太过分 我陪她去客栈看看那个人 人家愿意帮忙 总该去看看吧 静真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肯定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男人呗 那次我们去湖南 家园失踪 我们客栈隔壁住着一位 你说 你说是方老板 你还知道她姓方 我 我见过她 是啊 我们见过 我 我说的是我后来又见过她一次 爹带她来绣庄了 你们又见过了 天哪 怎么会是她 这个杭靖锋 她现在伤得重不重 你还挺关心她 对啊 小姐 您是刚醒还是一夜没睡啊 一夜没睡 就在这坐一晚上 多凉啊 风寒露冻的 发什么愣啊 能吗 我不觉得呀 你看吧 冻着了 走走走跟我回屋去 不行 我还没买菜呢 买什么菜啊 走回屋去 哎呦没问题 放心吧 哎呀你别买菜了 我去 等我弄好了 我再叫你啊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们把菜买回来了 哎呦 你怎么也不穿张鞋就跑出来了 衣服也不披衣件 你存心想生病是不是 真不知道轻重 跟你说话听见了吗 你看看 就是这么不听话 就是吗 一点都不听话 赶快进去 别再出来了 走了 哎呀进去啊 好好睡一觉啊 哎呀 也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发什么疯啊 在这儿坐了一晚上 哦 也不怕冻着 就是 是 怎么你也凉着了 没有没有 我鼻子咬 好 进来 不好意思 还以为 原来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大友呢 换衣服是吗 我帮你 那怎么行呢 还是我来吧 我帮你吧 小心啊 谢谢你啊 太失礼了 还要你帮我穿衣服 很痛吧 好多了 杭小姐你喝茶吗 我自己来吧 真不好意思 来 小心烫啊 杭小姐还是客呢 您才是客呢 我们不懂得待客之道 我哥把您伤成了这样 没事 误会一场 你别站着 来 坐 杭小姐来 我叫景真 以后你叫我名字吧 这不好吧 小姐的闺名 怎么可以随便称呼呢 怎么现在 又开始客气起来了 记得那回 我们在湖南 你对我不是还挺凶的吗 我这个人呢 睡觉经不起旁人潮 我很稀碎的 那既然那么稀碎 为什么半夜三更 跑到江家园那 平白无故地去挨这一刀 我 是 是我不对 这不挨刀子了吗 你有理 好啊 这次我去买了一些小礼物过来 专程来谢谢你的 你甭客气 皮外伤 杨杨也就没事了 你这哪是皮外伤啊 明明就是已经伤到筋骨了 人家说过伤筋动骨的一百天 您这伤可耗时 明天好好休养 听到了吗 哪有闲情雅致去养伤啊 过两天我得启程了 您这就要走了 我是去湖南 那边有块地 专门用来栽丧的 那您这趟来苏州是 原来打算 看看我天际的司 能不能进苏州的秀室 那您带司来了吗 还没有 下面司最快秋天就有了 一定会有的 请他来我家住 这算什么名堂啊 赔礼致歉啊 人家被我们伤成了那样 总不能扔在那里 就不管了吧 没说不管 赔点钱 就赔点钱啊 这么凉薄啊 人家被哥砍得皮开肉绽的 人家还答应替哥说谎 小点声 爹 咱们应该尽点心嘛 人家是从外地来的 在这儿紧慕无亲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人家请到家里来 找一个大夫给他好好医治医治 这样才说得过去嘛 这个人来路不明 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带到家里来住呢 这万一要是被这 对 我也觉得不妥 你们就不怕传出去 人家说我们行家一点都不厚道 儿子伤了人 就只赔那么点银子 其他的什么都不管了 说对了 就是不能让他到家里来吃饭 这锦丰的案子呢 判的是误伤啊 如果我们正儿众之 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的话 那不正好让外人觉得 我们是心虚理亏了 你爹这考虑得很周详啊 你们也太自私了 那人家活该受伤 活该要帮哥 我说这孩子可真奇怪啊 你这孩子 你干嘛呀 你亲属不分呢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你帮个外人干什么呀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请他来家里吃顿饭 咱们也可以当面感谢他一下 不行 这也不行 你懂什么呀 我就是怕烙人口实 连面都不好见一面 我还请他吃饭呢 爹 你 你也太避讳了 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 小心使得万年传 人生道路处处风险呢 谁不避讳 谁死得快 这事就这样了 听话 佩云 给内厨加个小菜 免费招待的 来 来 来 后长 你说他奇不奇怪呀 都乐了一整天了 这又加菜又送酒的 他本来手就大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菜来喽 来尝一下 不喝口味咱们再换 好 谢谢啊 好 老板 来了 看 怪不怪 怪不怪呀 开心嘛 没有开心的事啊 我估计啊 是因为景峰少爷的事 景峰少爷和他是发小 这再有两天呀 就放出来了 为这事 肯定为这事啊 老板 接着 来 来 给 不用这么多 以后常来 多照顾我生意就行了 好 那一定一定啊 谢谢了 慢走啊 常来 你傻笑什么呀 你干嘛约在这儿 有事怎么不约到老地方去啊 那是你们的老地方 可不是我们的老地方 信仰还真多啊 以后我们的老地方 就这地方了 这儿 你发疯了 这么多人 那怎么了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江家园 现在是我徐恨的姑娘了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 我不跟你闹了 喂 家园你别走啊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 哎 家园 家园 我不喜欢多多摸摸的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怎么了 啊 到底怎么了 你比杭锦锋勇敢 就在前不久 我和杭锦锋 还为这个大吵了一架 为这 我嫌他没勇气 不敢担当 这下好了 让你这么一击啊 他拿刀砍人去了 赶明儿我也拿刀 哎 哎 不许胡来 我说的又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哎 其实杭锦锋啊 想他爹 从小耳濡目染的 不用教就是现在这样 他总认为啊 事缓则缘 不能给予一时 只要最后的结果 是他想要的就行了 道理上是行得通的 但是爱情是没有道理的 反正我不要缓 我要缘 江家缘 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事挑明了吧 再等等吧 嘿 那现在谁胆小了 谁没勇气啊 谁胆小了 那你干嘛不敢呢 我为谁不敢啊 不就是为你吗 为我 怕他拿刀砍你啊 傻瓜 我才不怕呢 他要想砍就砍呗 徐翰 我连他未过门的媳妇都给抢过来了 他砍我几刀算什么呀 行 你就让他砍 把你砍的缺胳膊少腿 我还怎么嫁给你啊 不害臊 谁说过要娶你了 烦死了 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 就算我以后缺胳膊少腿 你也得要我 说正经的 你说 我想啊 这事儿咱们还得缓一缓 他还关在牢里呢 咱们现在就别刺激他了 这样做太不厚道 我不喜欢 这个说法我可以接受 可是要等多久啊 等他可以释怀啊 可以忘记我 这不可能 他一辈子都不会释怀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那我还等一辈子 阿赫 在这件事上 是我先做错了 是我负了他 可是爱情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愿不愿意 喜不喜欢 我喜欢你啊 愿意跟你在一起 但我不想我们在一起 会有遗憾 今天好点了吗 真不好意思 每次要你炖好的汤 还一路拎过来 这有什么呀 这是我应该做的吗 真是不好意思 你要再这么客气的话 我可就生气了 恭敬不如从命了 真香啊 你们府上厨子的手艺真好啊 这是我炖的 来 快趁热喝了吧 凉了就不好喝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今天的味道怎么样 好喝 大友啊 赶紧学着点 改明儿我们回去呢 照着杭小姐的手艺 一样炖 但是呢 肯定没杭小姐炖得好 别这么夸我了 您要是真爱喝的话 以后 我可以天天变着样的煮给你喝啊 可惜了 没几天口服了 你真要走了吗 是啊 那你的生意就不做了 杭小姐 这怎么说呢 你我之间呢 就别提生意的事了 是因为我爹吧 喝汤 汤好喝 方老板 其实方法是有的 大友 你去街上转转 帮我找几样样品回来 我要带回去 是 别敷衍了事啊 精致一点的 知道了 去吧 提示方法是有的 就看方老板 愿不愿意做了 来 连江叔都不能让知道啊 嗯 他知道我喜欢你 可他不知道啊 我也喜欢你 但是我估计他心里边肯定知道 是吗 我爹跟我说了 这人老了就成精了 你看他这脆肉 已经够成精了 他肯定知道 嘿嘿嘿嘿嘿 看你这胆大的 你别过来啊 我就 江小姐 大友你来了 谁 谁来了 方先生怎么没来啊 我叫老爷在客厂喝汤呢 喝汤 杭家小姐给送的 杭家真送汤 是啊 都送了好几回了 方老板心里 肯定瞧不起我了吧 这个问题 不应该是由我来提的对吧 那我就先告辞了 杭小姐千万别这么想 你这么开口 我想一定很为难 你这么帮我 方某真的是受处若惊啊 感激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怎么会瞧不起你呢 真要是不知好歹 我方天宇就不是人了 对吗 你心里明白就好 我领情 我知道 可是 能行吗 我了解我爹 能行的 这杭锦珍怎么了 怎么突然殷勤起来 还送几汤来了 跟你说话呢 干嘛不理啊 别生气啊 不过说真的 我也认为他们这事挺蹊跷的 你说 他是不是在使什么诡计啊 这个应该不会的 你想啊 他们两个也不相干 再说了 那个方爷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人家可是历练过的 人家怎么会着他的道呢 小姐 小姐 没见到佩云 她不在啊 对啊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佩云啊 这下午也不休息 她去哪儿了 不知道 你也不问问她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嗯 咱苏绣啊 就是细致 就是耐看 无处不是功夫 哎 你怎么还拿着了 不累啊 我不累 你别管我 继续看 我真的不累的 也只有看秀朴的时候 我的心情才能好点 没那么郁闷 那你看啊 继续看 我帮你撑着灯火 瞎了也罢 省得到时候出去 我这心里 又生气 哎 佩云 我是不是没出息啊 不是 爱一个人 如果叫没出息的话 那天底下 有出息的 也不多了 是她叫你来的吧 她知道我这劳作的闷得慌 让你带着秀朴来陪我 你说这天底下 怎么有脾气这么僵的女人 从小她就没温柔 这家都败了 还这么僵 我干嘛就非喜欢她呢 我喜欢谁不好 谁对我 都比她对我好 景峰少爷 你是好人 就你觉得我好 干脆你嫁给我多了 好 我是说笑的 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别当真啊 哦 当然 自然是说笑的 这两天 天天都来陪我 辛苦了 明天 你还来吗 当然 谢谢你 辛苦了 dialog 江叔 一会儿完了 我陪您喝两杯 好 喝两杯 我跟你说长青了吧 明明什么都知道 还不催我回去 你这看什么呢 等人了 等谁啊 江家元 算准了你该来了 你要再不来 我可生气了 你当然算得准了 你就是个人精 都在了 你想吃点什么呀 都行 有什么吃什么吧 我们这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行家大小姐的汤 你 坐着等着吧 好嘞 方老爷 喝点水来 谢谢 元元 你跟我出来干嘛 还不到里面去陪方大哥 你干嘛跟他说话酸不辣鸡的 不知道谁酸不辣鸡的 还盼着他 你想吃点什么呀 杭景峰 你叫我什么 哦 说错了 你不是杭景峰啊 那我怎么刚刚听你的口气 简直像极了杭景峰以前吃醋的样子 你在这吃什么醋吗 我等他来 就是想问他跟杭景峰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没别的事 那我一见你跟别的男人说话 我心里就怪怪的 好了 陪我一起做菜 你们知道他给我出了什么点子啊 什么点子都要当心 他呀只为他自己 还真不是为他自己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爹是一个 要面子胜过一切的人 他这一辈子最在乎的 就是别人怎么看他 怎么说他 所以 所以 你就在这个罩门上治他 请小姐明示 你不妨让他知道 他若不帮忙 你会让整个苏州都知道 我哥的案子 实情是如何 是因为你做了伪证 事情才能如此轻聊 他真给你提这个建议了 是啊 算他了解他爹 我说杭静廷 他真是这样的人吗 方大哥 从你受伤到现在 他有没有亲自去看过你 没有 对我不言谢也就罢了 你跟他非亲非故的 又是受害者 他连看都不看 这摆明了 就是要撇清关系 儿子是他的 犯案 出来奔波请命的 却是你和我 连他老婆都能放下身段 跑到我这又跪又哭的 他倒好像没事儿人似的 还一派正义凌然 你说这是不是虚伪 我一听杭静真 跟我说这个方法 我一直在估摸人 你别说 这方法能行吗 当然能行啊 无欲则刚 无拘则正 他既然对孤鸣钓鱼有贪念 又怕丢面子 那岂不是大好的机会 嗯 哎 阿赫 你说是不是啊 小兄弟啊 你另有想法 是啊 你想什么呢 快说啊 掐着脖子 达到的目的 总不是什么正当 哎 你帮谁呢 帮礼 杭静廷那是有礼啊 他无礼 但这做法也不易 无礼胜过不易 那就谁也不帮 阿恨 你跟我说清楚 一个是杭静廷 一个是我和方大哥 你到底帮谁 也就是说 你代表方兄 你俩是一体 你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 行 可以这么说 你无聊 谁也不帮 你赶走 你别回来了 你看看 你看看 都是我不好 反倒为了我的事情 你们弄得不愉快 犯什么病啊 你吃枪药了 这孩子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呀 对啊 最讨厌杭静廷的就是他 现在为了杭静廷 跟我冲起来了 再也不理他了 我向大家保证 我这趟回去 一定给大家争取最大的福利 我有各位 共进退 还不睡啊 我以为你早睡了呢 怎么了 手怎么了 紫云膏 你手被烫伤了 怎么烫的 腊油给烫的 腊油 我去看景峰少爷 陪他看绣谱 太暗了 怕他伤了眼睛 你一直在旁边伺候他 帮他拿灯啊 你对他可真有心啊 这行景峰 也不知道是几辈子 修来的福气 佩云 你怎么了 有什么心事 说给我听听 景峰少爷要出来了 这是好事啊 可是我不想让他出来 我是不是很坏 我的心不好 别这么说 这些日子 我每一天陪着他 我陪着他 我看着他 他只对我一个人说话 我的那份开心 真叫我死了也愿意 可是他现在要出来 我的那份开心 很快就没有了 不会的 等出来以后啊 等他出来了 等他出来了 又像以前一样 他是高高在上的少爷 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不能再听他说话 不能只对我一个人说话 我好怕 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佩云 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 如果没有了碍玉贪嗔 哪来的婚快呢 谁都希望喜欢的人 只属于自己啊 他不属于我 你希望他属于你 他就属于你 我不敢要 你看着我 你要 你就是要 因为你知道 你会一辈子对他好 你不会辜负他 他要的只有你 我不知道 我已经辜负他了 为什么 我变了 我已经不爱他了 小姐 你 我可以说出很多理由 很多很多 但是我不想说 因为 那都只是理由而已 我不想为自己开拓 干嘛要骗自己呢 就是变了 一切错在我 小姐 你这样做 对他太残忍了 佩芸 不爱 比爱更难 更需要勇气 明明不爱还拖着 那才就对他残忍呢 我不怕 他恨我 骂我 我都应该承担的 所以 你也不应该怕 敢爱敢恨 一辈子才活得痛快 这今年的连展 我要绣点 不一样的 这年年都是花开富贵 吉祥如意 这都太老套了 今年 咱们想点新华眼 更生活一些 更贴近民族一些的 景峰少爷 我有话对你说 说 什么话你说 我 我说这是谁呢 娘 杭夫人 我儿子不寂寞呀 真有心眼 做功夫都做到大牢里来了 娘 你说什么呢 他带着秀朴来看我 所以我说他功夫做足了吗 不挺神奇的吗 这会怎么不吭声了 景峰少爷 我先走了 站住 你为难一个丫头做什么呀 我就怕他忘了自己是个丫头了 你听着 有句话我要跟你说 命有九生九 走遍天下不满斗 我认为呢 一个丫头的命九生九都没有啊 娘 你别太过分了 培云 你先走 要认命 没那么大的头 就别戴那么大的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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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勾带呀 您别乱说了 人家好端端的一个姑娘家 好端端的一个姑娘家 会这样成天来探男人吗 照我看 这也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了 对 他就是天天来看我 这又怎么着了 这表示他在耍手段呢 一心想攀高成凤啊 这也不是不可以 要是合我的意呢 怎么着都行 但这规矩必须由我来定 他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您真是越说越离谱 自打我关键了 家里除了你 还有谁来看过我 现在有人来探我 你反而还羞辱人家 你等等 你把话说清楚 我没来过吗 景真没来过吗 您是来过 景真也来过 就一次 什么 你说什么 你妹妹天天提着热汤热菜来探你 都喂到狗肚子里去了 热汤热菜 我见都没见过 你没见过 我骗你干嘛 他会做热汤热菜 白衣飘飘 一生的骄傲 多少心事谁能明了 爱恨太早 苦海里飘摇 想就此透进你怀抱 可是你不要 可是你不要 你想逃你纯绑 还残留她的味道 于是我 于是我哭了 于是我哭了心碎了 却还要对着你微笑 你是我的天上纯绑 你是我的天上约 我爱你爱的那么缺 我要流干山上的雪 被你沉沦到黑夜 你是我的天上纯绑 天上下了清晨雪 每一遍都是心灭 只想回到最初的从前 又失去 为何遍都inde 以过即可 在旁ぎ是基础 时会 рем刷 装 。 原 Grow 微煞 module 你